刘静男子要向吕姓男子所讨4万元债务找不到人 由于吕曾宣称自己是自助洗衣店老板 刘找到洗衣店用鸡蛋狂丢店内红衣机 真正的吕姓洗衣店老板事后发现 检查后确认红衣机被弄坏 无法使用 维修费要10万元 愤而对刘提告 新北地检署经一回损 最前将刘起诉 向法院申请简 亦判决处刑 起诉指出 36岁刘姓男子要向吕姓男子讨债 四处找不到人 由于吕曾自称是新北市三重区西伟 接一间自助洗衣店老板 去年9月7日晚间11时 刘带着一堆鸡蛋丢直洗衣店的红衣机 结果弹意流进红衣机的电脑主机板 及控制面板造成红衣机无法使用 李姓老板发现后报警提告 指出根本不认识吕 刘二人跟刘姓男子也未曾结怨 却莫名被砸店 侦询时 刘承认砸店 但坚称洗衣店是吕姓男子开的 吕于李姓男子是合伙欺骗说 洗衣店是李开的 不愿道歉 也不愿赔钱和解 检方依据监视器画面及洗衣店回损维修记录单 认定范刑明确 刘姓男子要向吕姓男子所讨4万元债务 找不到人 由于李曾宣称自己是自助洗衣店老板 刘找到洗衣店 用鸡蛋狂丢电内红衣机 是意图报气资料照 分享